这个照片就是在茶话会上 邓小平同志和我父亲见面握手 说向台湾同胞问好 我很惦记他们 我父亲出生在台湾 一个台南的小渔村 非常穷苦 养不起 把我父亲就送给人家当养子了 在日据时代 上学也很受欺负 日本的孩子 对台湾的孩子是很瞧不起的 那恨不得就是二等公民都不算 所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不忍了 自己一个人坐船就跑到了福建 1934年春 出到厦门的蔡孝满怀一腔爱国热情 到国民党部队参军 却被当局当作日本特务 关进监狱 遭到严刑拷打 出狱后 在只有廖青的介绍下 于1937年8月 加入新四军 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 他不明白 我到了大陆 也是中国人的地方了 也是中国人的部队了 他为什么他们还要欺负他 这国民党比较太失望了 他参加到新四军里以后 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他就感觉这是一个大家庭 有困难大家都会帮助他 而且大家非常平等 这点对我父亲的心灵上的这种撞击非常大 他找到了这么一个正确的道路 整个人就是蜕变 变成一个革命战士 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 马关条约作废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解放战争后期 国民党屡战屡败 1949年 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 逐步撤离大陆 退守台湾 参加了非常多的战役 他是新四军三野 应该是三野 渡江淮海 这些重大战役当中 他都是冲锋在前的 肩膀上的枪伤子弹 一直带到去世 在身体里没有出来 但是他不后悔 他觉得他为中国解放战争 或者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 做出这努力 他觉得特别自豪 1950年前后 随国民党去台的军政人员 约200万人 从此以后 一弯浅浅的海峡隔开了两岸 老蒋当时败到台湾 也非常神奇 跟疯人一样 他在1950年出了一本书 叫做《反共抗额基本论》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一支台湾队 整个成年都是台湾老兵 有一部分就到了上海 到了这个九兵团的 台湾干部训练团 那么当时团长是蔡翔 最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然后到55年前后 周恩来总理 几次到前国人大 常委会有两次做报告 都提到了 不排除用和平的方式来解放台湾 后来很长很长时间 后来都是宣传 是要让台湾的老百姓 大众要了解 祖国大陆的欢迎大家 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回到祖国大陆 所以这是逐渐的一个过程 70年代后期了 我们台盟就进行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 我父亲可以说是 作为台盟中央主席的岗位上 全身心的力量 投入到这项事业的岗位 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历次重大的事件 从台盟他们都是全部参与了 1979年1月1日清晨 与厦门隔海相对的金门上空 传来了厦门前线广播站播发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 《告台湾同胞书》 这一次 驻查在金门的国民党部队听到的 不再是敌对喊话 而是大陆人民对骨肉同胞的亲情呼唤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圆旦 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种人民 向金门的同胞 与亲切的问候和忠心的顾客 昔人永远 美逢佳节被施施 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 在我们两岸关系史上 在对台工作史上是尼成碑的 然后接下来 这个小平同志就很明确的 他提出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这种构想等等等等 很幸运 当发布台湾同胞书的时候 我们正在香港 朋友机场接我们的车子上 听到了广播 看完了以后呢 谢导就很激动 我公公 从小就跟他们讲说 我们家是在唐山 台湾讲大陆是唐山 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机会去 你们哪一位有机会就要回去看看 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看这个情况会打破这个禁忌的 1981年国庆前夕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 就台湾问题发表九条谈话 史称叶九条 其中提到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 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 保证妥善安排 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用最大诚意 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 在这个业绩条发布了以后 我们更积极的 积极的想要回来定居 一直到84年才办成功 当初台湾还是在戒言当中 就是怕被当局发现又扣回去 后回去了就去唱立岛小乐曲了 我们进到广州的海关的时候 政见都是办单次的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那是邓小平同志 和我父亲 有这么一张合影 小平同志很亲切地在问 说向台湾同胞问好 我很惦记他们 我觉得从中央领导 对台湾同胞的关心角度 这张照片也是一个见证 两岸各决造成多少人间的悲剧 没有道理 最后连大陆的老病也可以回去 他的老病回来 我们的老病也回去 这种互动真的是两性的互动 我估计再也没回去过 我觉得他的心情肯定也是这样 就是我不能回去 但是我一定千方百计 想方设法 我让更多的 多一点的老乡回去 就是我们每年都组织一些老台胞 回岛内 去家乡去 有很多老人都不在了 那回去也是 到祖坟上去磕个头 从1987年两岸正式拉开交流序幕 到1992年 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再到2008年实现两岸三通 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日益密切 一路走来 一批批台胞加入其中 为促进两岸互联互通 尽早和平统一 做出贡献 中共的善意始终没有断 我们始终在摇这个橄榄枝 台湾同胞你们要回到祖国大 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呼应 台盟它本身都是台湾省级人士组成的 这一个组织嘛 因此呢 我们跟岛内来的台胞嘛 有一层天然的亲情 一直到现在 以至于再往后 我们仍然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我们使命就是最终要实现祖国统一啊 工程不必在我 工程毕竟有我 我们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要接好这个伴 同时要传好这个伴 亲人团聚 祖国能统一 这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相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